一年一度的温哥华春节大游行 1月29日在温哥华唐人街圆满举行 今年也是农历新年正式被加拿大认可为官方节日后的第一次春节大游行 有80支游行队伍共超过4000个表演者参加 并且邀请了更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游行队伍 在展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 也体现了对各民族多元文化的接受与欣赏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BC省长简慧之、温哥华市长罗品信 都出席了现场向沿途的观众拜年 春节在这样的大游行中显得更加红红火火、热闹非凡 因为春节不仅是华人的节日 也是整个加拿大的节日 这个春节很有意义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简慧之省长 还有我们的省都、顾湘都在这里 跟大家一下欢庆春节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的春节特别有意义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仪式 HAPPY NEW YEAR 更快发祥 BEST LUCK THE YEAR OF THE ROASTER 今年是我们BC省记住我们去年领先全国的经济发展 记住更多工作机会 还有保全我们最好的生活的环境 谢谢大家 我们的三级的政要 还有我们的驻领事馆 中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 刘非冲领事会参加 我们今年特别的得到 法国领事也来参加我们这个游行 还有我们的晚宴 还有另外一个领事就是墨西哥的 副总领事也参加我们这个游行 所以今年非常的特别 今天代表中朝向各界 一年大喜大力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多年对中朝的支持 我是周冠军 我是中朝的行政总监 我代表中朝向大家拜年 希望大家新春愉快 激烈 龙马精神 同心所用 我请代表香港特别神心区 香港新务处 祝各位观众拜个年 祝愿大家 心体健康 生意轻浓 万事如意 我愿意 就是他们感觉 我感觉到最后一回 最后一回 我们成为最后一首次 我们成为最后最后一首次 最后一代 我们成为最后一代 所以祝愿大家 祝愿典新宿 還要在我們在家國的華人更加擁入加拿大 我們積極要呼籲我們要產生一生 共同為加拿大的防勇富強付出我們的奉獻 謝謝,我只想要這個機會祝大家一個幸福、健康、健康、豐富的年齡 大家好,我是門大名市員王白晉 今天非常高興能參加我們華府的活動 作為一個新移民,我來這裡已經20年了 20年是伴隨著我們這個春節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一塊來成長,非常非常有意義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活動越辦越好 這是一個在我們來享受我們中華文化的 這樣的一個非常好的場所 來歡秀我們春節的這麼一個非常好的活動 所以我們忠心祝願這個活動越辦越好 我也藉此機會祝願我們廣大華人春節愉快 青春大吉,今年吉祥 這是一個很美的活動 再次一旦中華人春節 是一個很歷史的地方 我每年來都來支持我們的親友 和朋友 這是一年我認為有很多祝福 為2017年在香港的150年 所以冬季发生日快乐 四五千人参加这次活动 虽然冒着雨 我们总理杜鲁多 还是冒雨参加了我们的活动 另外国防部长和其他的一些部长 都要参加这次活动 谢谢大家 这是VOTV记者 真龙温公华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温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